我和她在一起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总是躲着我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 发展得太快了 我也不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借过她的过去 是她想的太多了 不是我想的太多 就是她身边的朋友和我身边的朋友 私底下说什么的都有 其实这样发展太快对她没什么好处 我也是在保护她 我就是想知道她心底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个女生希望通过你们来了解 她男朋友的真实想法 男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安一先生32岁来自唐山房产中介 女嘉宾小张22岁同样来自唐山代业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我听到认识的时间很短 现在大概交往了多久了 我俩已经交往了一年多了 是你觉得还很短时间不够 对 怎么认识的呀 在一个朋友聚会上面 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做中介的嘛 然后那个他的朋友找房子 我给他找了好多套 然后大概看了这个二十多套吧 然后给他选了一套最合适的 他感觉我比较那个找房比较用心 请我吃了两个饭 然后认识了 这不帮我朋友找房子嘛 然后他就像给自己找房子一样 找的那么惊喜 我觉得他挺踏实的 然后我就追了他 是因为你用心为客户服务 所以客户的朋友觉得你这人比较靠谱 对 在这个小片里面我还注意到 你说了一句话 说我并不介意他的过去 你指的是什么 他比我大十岁 然后他也是离异 就是他离我婚 你说你并不介意 是吧 我不介意 但是你好像反而有点拿不准 是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他年龄还小 就相当于我那个时候的翻版 就是我感觉太冲动了 太早了 如果说冲动的话 我会冲动这么长时间吗 六七年的婚姻 都这样就也说没就没了 你说咱这一年 一年多的这种相识相处 我认为还是不够 实际还是不够成熟 你说现在出的问题是说 想继续跟他相处下去 先不结婚呢 还是说不处了 因为他年龄还小 而且我现在这个事业上面 就是还差一个阶段 我想让他给我个一年 一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我去充实一下 我的经济实力 然后他呢 在社会上呢 就是也磨练磨练 这种女孩公平嘛 我感觉是时机没到 不是机会不到 其实我就需要一年时间 就差不多了 万一没成呢 这世界万一成了 那是万一 那意思就是说 9999它都不成 万一成了嘛 您这要是败了呢 败了最近把我自己努力过吧 败了努力过 那他怎么办呢 如果说 败了你还娶不娶他 这么说 我拿什么娶他 他会跟我过吗 他会跟我过吗 你怎么就是到 如果说你一无所有 还不跟你在一起呢 我外账还没还清呢 我最起码 我要还着银行贷款 我介意过吗 你不介意 是不介意 咱们俩收费跑出去 然后我再把贷款还出去 我手里有多少钱呢 我拿什么去见父母啊 你父母问 小伙子 你是挺好的 你这个 不不不 房车有吗 人家父母不会说 小伙子你房车有吗 人家不会这么问 充其量就是看看 你想多了 看看然后再不让 你想多了 再不让 你想多了 不是 因为我是过来的 你都没去训 你就怎么知道呢 我没跟你说过 我以前就是这样 是啊 我前妻就是父母都不愿意啊 我们两个一冲动好 行 来吧 接好 我们就接了 领这了 到最后就这样了 人家没说跟你结婚 人家只说跟你出 但是我是奔着想结婚的去呀 讲结婚 现在先把人要求答应了 你现在这样让我结婚 后期结不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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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喜欢她啊 喜欢她什么呀 姑娘 我喜欢她就是说 她挺会疼人的 疼人 就是我在家里边 就是我 就是现在不待业嘛 然后就是我在家里边 就是如果说生个病 咋的特别会照顾我 她就是一天看那么多套房子 然后回到家之后 还就是对我也是挺照顾的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不着急嫁给她吧 不着急 我只是就是说 想在她身边要一个名分 就是要什么名分 就是让她身边的人 知道她有女朋友 好了 要问的也问过了 所以这大概就是 人们的歌词里老说那句话嘛 问世间情为何物 为何物呢 三位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哥们啊 口口声声是为对方着想 大家都知道了 将来万一不成 你怎么办呢 就你给人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负责任 为对方着想 但是呢 我戏意琢磨 怎么觉得你那么不负责任 我如果跟一个女孩说 你别跟我在一起啊 我不能对你负责任 你怎么非要跟我在一起啊 你看看你 我实在是甩不开你 那我跟你在一起吧 这叫什么行为 这叫敢做不敢当 你以一个负力堂皇的借口 我对你负不了责任 所以不能公开你的身份 你用一个借口 你用一个借口把姑娘架在那了 然后姑娘 因为得不到这个名分 还必须和我们追着你 哇 你这钓鱼钓得太高明了 鱼钩甩出去 对不对 我就勾着你 上钩吧 上钩吧 如果你真是唐上君子 你就别钓这个鱼 你既然钓这个鱼 鱼都咬钩了 跟着你回家了 你就别跟别人说 我没钓着 这叫什么 这叫表里不如意 我没不承认呢 你承认了吗 承认了 你父母知道吗 没想让他们知道呢 所以是 咱别这么虚伪行不行 都到这了 不是 现在你说我是虚伪的 就是我仍然不认为是我对他好 如果说我们两个万一走不到一起 虚伪就虚伪在这 我是高尚的 我是对你负责任 所以我不给你名分 这叫什么事 姑娘 什么越得不到 什么就越好 给不了你名分 你就特想要 对吗 给了你 你就能守住这个男人 一个连自己女朋友都不敢承认的男人 叫有责任感 你醒醒吧 每个人 不管他多大 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 我有负责任吗 不够 或者说你把很多自己的精力 自己担的责任 给扭曲了 就比如说 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心理 让我们都不明白的 可能跟你过去有关 对吧 对啊 跟你曾经有一次失败的婚姻 而参加那个失败的婚姻 就是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发生的 当时你不懂很多的事情 但是现在你要为你所做的一些事情 要负责任了 对吧 对啊 你曾经有过往 所以现在你试图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家觉得你很负责任的人 你是不是这么想 至少在你的父母面前 至少你是想在他面前有一个这种有担当负责任的男人的形象在 包括自己周围的朋友的眼光 对不对 对 你生怕别人说你是在骗这个女孩 对不对 对 但是你想想你做的事情 都是在做不负责任的事情 你怕别人认为你不成熟 你怕别人觉得你又是在重蹈覆辙 对 我末末隆隆的是可以明白你那颗心的 但是你做的事情真是事与愿违 你伤了所有人的心 我不爱你 你跟我你就错了 你要这么反而还直接点就走了 但你偏偏是又做着让人感动的事情 对吧 让他如何能取舍 想离开你 你又是在爱他 不想离开你 你又是在哄他骗他 不肯给他一个名分 而这个名分仅仅是男女朋友这件事情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不敢去承认吗 如果说现在 正听我说两句话好吗 好 如果说 因为我经历过了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 父母愿意 然后见了以后 不愿意 即使不愿意 也会问你 朋友也会问你 什么时候结婚呢 父母也会问 你打算啥时候结婚呢 我父母都是农村人 狐狸刨神 种了几亩地 我不想用他们的钱 因为跟我操事一回了 我不争气 我觉得 我想靠我自己后期了 不用说太多 你已经说出来了 其实肯定是第一次 你发生类似的事情 对不对 对 你就让他们不同意 然后很快就结婚 觉得自己就已经找到幸福了 对吗 错了 对不对 现在你需要步子 慢下来 对不对 要考虑更周全 对吗 对 但是实际你做了 不够考虑周全的事了 对不对 我们负负责任 我们负责任讲究的不是说 我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 不是的 你如果负责任就是说 你做快的事 你就要去负 做快的事的词 你要跟人家谈清楚 难道你错了一次 就会错第二次吗 我怕我会这样 你怕 他更怕 而你现在责任之一 就是让他不要这么怕 要让他安全 同时你们俩在一起商量 怎么办这事 不是你说了算 是你们两个人 其实我觉得你想多了 父母去见一下 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有什么不可吗 我不想让父母觉得 我不靠谱 找一个比我小十岁的 你靠谱不靠谱 不是谁觉得你靠谱 你就靠谱 你现在自认为很靠谱 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不靠谱 你包括是他 对得起那份良心 对得起对方对你的爱 你对得起了 你就靠谱 你现在就在做 不靠谱的事 就这样 好 谢谢 傅老师 姑娘 如果一个曾经因为冲动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的男人 真的是因为害怕再一次的冲动 会导致双方的不幸的话 他在跟你最初交往的时候 就会像他给客户找房子一样 十分的慎重 如果是真正一个真的觉得因为冲动而后怕的男人 他会百般的警醒自己 也会警醒你 你们更多在生活当中会有交往 会有了解 会更加慎重的发展彼此之间的每一步 但事实上情况不是 爱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她的存在 这是你唯一能够做到的 如果你口口声声说我对你愧疚 我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给你更好的未来 我们还得慎重的交往 那么你现在能够唯一给她的 就是尊重她的存在 言二道理的最终结果 是内心自己有鬼 或者内心自卑 而且女生也没有要太好的生活 况且她没有谈结婚 她只想要一个在众人眼里 一个合法的称呼 或者说一个合情合理的称呼 就是你的女朋友 你不承认吗 所以说一个很简单的事 非要把自己包裹的无比的高尚 你今天所有的话都伤害了她 所以说我只想跟这位女生说 如果一个男人要堂尔皇之地 以为你着想 为你考虑为由 不肯承认你的存在 那对你自重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来这儿我就是 我就是想 就是想要一个 在你身边那个名分 把家长见了 再来和你经营不下去 我不是说要求就是 那么物质的一个人 我想你也知道 在这么长时间 你也能感觉出来 但是我的要求就是见父母 我把父母见了就行了 然后能在你身边 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在你的朋友和家人身边 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我不想因为咱们俩的事 再承党覆辙一次 我感觉 不行 还没听明白呢 听懂了吧 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几手机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 在节目当中 得到图里 一对一的指导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PPTV 巨利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当然他们自己的 一个选择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 女生 愿不愿意 继续这种方式 跟男生交往 男生愿不愿意 改变一种方式 跟女生 试着再往前走 请开门